跨年廉價露營區 幾乎都像這樣搭起滿滿帳篷 全颱風露營 也吹料理也能很澎湃 現在快樂 今天快樂 泰國蝦 鹽脂螃蟹 豬腳 再來個焗烤馬鈴薯 隔離絲瓜 早餐儀式感也不能少 配根煎蛋 三明治配紅酒 接下來農曆新年出遊 相較住飯店 不少人更愛露營 不一樣 你在飯店都在室內嘛 我們在家裡也都在室內 那你到外面露營 它是空曠的地方 那個感覺不一樣 對 小朋友也不喜歡逛來逛去 也不喜歡待在室內 他們就喜歡跑跑跳跳 就有高雄業者透露 新春廉價銀位 價格平均貴一千元 不想動手搭帳篷 自帶泡湯池跟庭院 豪華露營車 也比平常假日貴三千 一般我們過年 大概加了大概兩成左右 每一家大概加一千塊錢左右 目前我們營區的話 大概有已經滿佔率 大概在三成 其進還有一些位置來換 其實全台灣現在 大概很多熱門的 從初二開始 大概都很多熱門的營味 大概都已經刻滿了 新春露營定位滿滿 當然也就有業者瞄準 公餐商機 精緻擺盤 有魚有肉 水果點心 也不能少通通幫你準備好 露營餐車親自上門 最近是有人在問 我們是跑台灣 最少人數是三十人 出車才有辦法到那個預算 以前的結束完的一年吧 今年看有沒有辦法 再繼續回復到以前的 農曆新年去露營 已經變成熱門選擇 過年露營 一樣可以享受澎湃年菜 吃海鮮還是找餐車 五花八門充滿商機 三列新年